那各位背對我的不用回頭 你會看到我 那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主題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紹兩個部分 一個呢就是上面這個你看到的叫Mobilize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Google協作平台 那這兩個呢都是做一件事情 叫做做網頁 做網頁 那他做的叫做RW 跨網頁的 跨平台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要製作網頁的話 老實說真的 你有想要學網頁設計嗎 學網頁設計要學很多東西呢 你要學這個呢 你看這裡 你要學HTML CSS JavaSquiver 除了這樣還要學什麼 要不要學點美工 要 這樣有沒有開始想搭對堂鼓的 而且只到這樣子 只能做到一部分喔 你要更多的功能 還要學更多 對不對因為網頁技術說真的 這個 推陳初心 我們自己都覺得 快追不上了 那 現在各位 蠻幸福的 因為呢 你們的工具越來越多 你的工具越來越多了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Mobile還有Google協助平台 你會發現原來 不要懂太多也很好 會做比較重要 而且做出來不是那種陽春型的 好不好 在這裡呢 我先給各位看幾個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在右手邊 OneNote的右手邊你也會找到 或者用Google一下關鍵字 素腦師也可以找到 在我們右手邊這邊 第一個 一個是我最近寫的書 那當然也要 整理一下嘛 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我也用新版的 這個 寫作平台去做 另外你往下走往下走 左手邊這邊 左手邊這裡 我也有 已經經營比較久的 那這前面 這一個 還有第三個我們叫發中心的 這個都是用舊版本做的 比如說你看一下 像一般各位在選課 你們平常在選那個 學校裡面系上的課程 應該都很單純 就看大綱嘛 是不是就看這一種的 哪一週上什麼 那這樣 你就選下去了 你不會後悔嗎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老師上什麼 對不對 那我們上課不一樣 上課的話 我就介紹比較多 我上了哪些範例 點進去 哪些範例這些影片 你可以看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 這樣還不太了解 要上什麼 我就順便把 上課錄影片都放在上面 你要看 當年度的 也可以 你要看我幾年前講的 也OK 這樣子的話 應該 就比較會是 願責上課吧 對不對 這樣好像你的選擇 比較多一點嘛 你可以看到 讓老師上什麼 像這個是我們 就是 這個學習在上的 好你看 第14堂的 這樣我們要整理在上面 你自己先看一下是不是就 願意的話再來嗎 所以 這個是像這樣子的 那 另外呢 中正的 也很少有來 學校老師或 像我這種 我來打工的 我只是來 兼 兼差的嘛 對不對 可是呢 我也很認真整理 我從106年就整理到107年 因為我每年都會來 每個學習都來 那你看 這個學習有三次嘛 所以我也這樣整理好 有沒有上課錄影片 群組 通通都在上面 那你要看 是不是也容易看 我們的重點在於說 其實 你要做這些 現在越來越簡單 而且 你現在看還是舊版本 舊版本的 有他不錯的地方 但是新版本的 你看一下 像在這裡 這是新版本的 所以我點 點進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點進來 我就可以像這樣很輕鬆的去做介紹 那最重要新版本 我們要 盡量跟大家介紹 RW在什麼 就是你在說放的時候 因為現在大家行動裝置是不是很多 應該這樣講 應該說 螢幕的尺寸很多 那你如果像我們以前的做法 我針對這個 做一個 然後針對行動裝置再做一個 你就後悔了 因為維護的時候更麻煩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能夠做一個 就適用全部的 這樣不是更好嗎 像這樣子 那你看 我會把教學影片 對不對 然後極測極屏 極測極屏可以搭配什麼 Google表單 對不對 Google表單 現在有搭這個極測極屏功能 所以就像這樣 那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這樣 看起來也還OK嗎 它不會是太陽春的 不會是太陽春的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部分 那剛剛各位看到的都是Google表單 另外一個呢 有一個叫Mobilize Mobilize 它提供的會比 Google協作平台 更豐富一點 再更豐富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看 它是一個軟體 所以已經有裝在各位的電腦裡面 但是它是免費的 免費的 當然它有所謂的付費的 一部分的 是屬於付費的功能 或是泛粉 但是你不用 不會有影響 不會有影響 這樣OK嗎 那麼 另外呢 擔心各位呢 不想問問題 所以呢 有準備 互動白白 那您可以點開 點開之後就進到這裡來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 這個是互動的 所以你點進去 我有問題 好 這樣是最簡單 那也可以用畫的 所以我們上面這裡 有沒有 有這個線條 也有什麼 塗鴉的 都可以 你這些 一樣可以拿來用 這樣也OK 另外呢 如果你是畫面的 比如說軟體畫面 或者是 我的資料 看不清楚的 你可以抓畫面 也可以把網頁上的什麼 圖片 複製起來 那你就直接來這邊 Ctrl加D貼上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好 一樣的 那 如果說呢 你對於這個部分 不管是文字的內容 文字問題 塗鴉的 還是圖片的 你想要 有一樣的問題 你就在上面這裡 新增註解 按一下 有沒有 右手邊就一個 你們都糾纏過嘛 加1 表示 我有跟你一樣的問題 那你有新的想法 也歡迎你在這裡 寫一下 寫完了 如果有解決 我就要解決 這樣OK 可以了 這是我們 互動的 那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在這裡面 你進來都是匿名的 所以我不會知道你是誰 好嗎 這個是我們今天大概 上課的一個方式 那下面這個就不用 本來想讓各位自由 各位現在不能自由 所以我們就 不用 好 好那 今天的那個新制圖講義 你手上那一份 這裡有彩色板 也放在這邊 那另外呢 我們 真正的資料 是放在任務裡面 好放在任務裡面 所以你進到任務之後 打開這裡 你就會看到我們今天有 蠻多的資料已經準備在這邊 各位就介紹 還有呢 在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我們今天 上課錄影片 我放在這邊 所以呢等一下我 錄完一段我就會傳上去 OK 我把畫面關給你